雙手被上銬 得用外套遮掩 和達官賢藥的形象有落差 這名罹性嫌犯不斷PO文 搶到自己不是一般人 冒充各式各樣的身分 但警方調查他們有工作 從嘉義北上 在新北市租屋已經兩年 每個月一萬五的房租 是父親付的錢 無論哪種身分 他都會強調自己喝過洋墨水 假冒Apple的人資長 就在附近到處發名片 而且是鎖定女性 要他們來面試 最後是遭到蘋果提告 不只是一名片 上頭還強調是哈佛大學副研究員 也PO文說自己面試了好多人 最後吃上未造文書的官司 但他臉書上還有和 前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 發言人馬曉光 前北市警局長楊淵明 前警政署長陳國恩等等官員合照 強調自己地位很高 但他真實來歷究竟是什麼 理性嫌犯曾就讀原治大學 但不到四年就休學 同學驚訝在聽到他的消息 竟然是被逮捕 理性嫌犯多年來 為自己打造多重宇宙 這下依依被截穿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